海贼王,扶兰奇击败目,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确定,开发飞行能力。 我们知道在上周更新的海贼王最新一期的漫画《一千零十九》画之中,草帽海贼团的修传公弗兰奇,终于又拿下了凯多海贼团的凌空六子之一的幕。 这下四皇凯多引以为傲的最强排驻凌空六子就只剩下黑玛丽亚一人了,而他的对手是罗宾与布鲁克两人,估计不久之后就可以轻易地拿下对方了,这下凯多海贼团也就只剩下三灾与凯多本人了。 虽然说穆身为凯多海贼团最强的排驻,凌空六子的一员,但是弗兰奇也不是吃素的,虽然说弗兰奇本身在草帽海贼团之中并不起眼,尤其是到现在的悬赏还没有超过一亿。 连乌索普的选赏都比他高很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弗兰奇的实力是真的很强,要知道一开始出现的弗兰奇可是与陆飞打得不相上下的啊。 弗兰奇将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那就是开发飞行能力。 我们知道这次弗兰奇与穆的战斗其实并不算是轻松,要知道穆毕竟是凯多海贼团的最强排驻之一,其实力还是很可观的。 并不是弗兰奇可以轻松击败的对手,主要还是依靠弗兰奇那个不弱于海军大将还原的雷射,才解决了穆,不然弗兰奇其他的攻击,对穆的三角龙铠甲几乎无用。 而弗兰奇之所以可以做到在穆的攻击下,几乎没受什么伤,主要还是有弗兰奇将军的保护,要知道弗兰奇将军,是由新世界开发的记忆金属制造的。 其防御力和延展能力都很不错,弗兰奇与穆对战,也只是损坏了其肩膀上面的火箭发射器,弗兰奇本身几乎是无伤的,也只有消耗了燃料罢了。 不过能够战胜目也应该算是弗兰奇的极限了吧,其实弗兰奇的弱点主要还是续航能力不足,如果说他的雷射可以无限发射的话,那么他的实力将会大大的提升。 不过目前的弗兰奇是做不到这点的,就雷射来说,可能弗兰奇连以前的和平主义者都不如,毕竟他们有贝加庞克。 与黄元这个参考物,弗兰奇能够依靠贝加庞克的图纸,独自开发这么厉害的武器,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了。 虽然说战胜了木,但是弗兰奇对于自身武器的开发应该也不会结束,而且从这次与木的战斗之中,估计弗兰奇也能得到不小的启发,估计这一战之后。 弗兰奇有可能会给弗兰奇将军开发出来新的飞行能力,就和木的直升角龙一样,根据这点,弗兰奇应该是可以让弗兰奇将军具有螺旋升空的能力才对。 虽然说弗兰奇击败了木不算是很轻松,但是也不算是特别的艰辛吧,毕竟之前还有木的手下骚扰,不然木可能早就被弗兰奇给解决了。 而通过这次和木的战斗,估计也给了弗兰奇不小的启发,接下来他有很大的可能会给弗兰奇将军或者自己开发出飞行的能力,就和木的直升角龙一样。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